大家好,有我King Sir兵雄和大家見面 接下來繼續有我的老友 Big and Mortar Management 創辦人王振宇先生 和大家見面,說一下樓市 如何看待未來 大家知道中美迷戰 令到整個投資環境很複雜 也不太明朗 加上脫鉤 現在談不成數,有沒有機會硬脫鉤? 可能是硬脫鉤? 導致英國、整個歐元區都很大的震盪 歐元區的國家經濟也不振 而中國也說放緩 估計GDP放緩到6.6% 今年整個環球經濟很複雜 對香港的樓市有什麼影響?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剛剛你也說了不少的風險因素 最大的我們覺得其實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整體的經濟已經… 其實擴張期都七百年 你幫香港? 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都是 印銀只開始印到現在 有些地方可能八、九、十年 是這麼長一個擴張期之後 一定會開始衰皮或者開始下行 它是放緩? 還是一個倒退? 衰退呢? 衰退呢? 有機會衰退 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那就要看各種你剛剛說的那些大圍的風險 是怎樣爆出來 爆得差的話就很大機會衰退 今次最大的問題跟上一個循環不同 就是上一次你去減息減到零 今次已經是零的邊緣 你再減的話 所以為什麼美國一定要加息? 你不加息的話 下一次再出事的時候 是沒有子彈來救市 中國可能是其中一個少有 還有少少子彈 但是是很大風險 他都說到零的息的話 那些走資那些方面 是會更加難控制 所以因為這樣的原因 整體經濟下行的風險是極之大 加上各種因為債務危機 所導致的息會上抽 就算是央行想控制想減息或者禁止的話 買多少債也好 市場已經開始不相信它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政府已經去到賴債邊緣那時候 你怎樣買它的債 央行去買 市場都不買單 不找數不跟著你去的 那時候的息就照抽 所以可能是一個不一定是美國 帶領加息的情況下 是風險的息率上升 抽升所有其他的息 這個是導致風險資本的 計算平均值會下跌 所以不少資產可能會受影響 但最重要的是 今次要分別於 譬如上次雷曼 和今次債的分別就是 上一次是私人資產爆煲 今次是公營機構爆煲 譬如歐洲國家 美國很多州、省、市都 貧林爆煲邊緣 這個可能會導致不少 數以萬億計的 投放在債務市場的資金 會走 那一走 它走到哪裡 第一步當然是現金 第二步 它去到現金 可能沒有什麼回報 它可能會走向私人資產 所以對樓市來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危中有機的情況 它可能先搓一搓 接著有一個反彈 都未定 所以其實今次對付這個風險 是極之極之要有技巧 剛才你說的不同之處 就是一個私人 和現在是政府 沒錯 但問題有一個不同 就是2008年和今天 2008年 或者1997年 我們沒有了資金 是一些資金換了資產 而資產蒸發 將我們整副身家蒸發 但今天不是 今天就是說 你有空有資產 但越有資產 就是越多資金 現在大家都有很多資金版銀行 雖然外圍的經濟會飽補 息口會上升 但是問題 我的資金仍然很多 但是有不同的結果 還有什麼你覺得 對於97絕對是 那時候絕對是過度借貸 銀行都過度借貸 對 整個系統都是 但是這次不同的是 大部分的國家是過度借貸 私人反而沒有借貸 就是國家就沒有錢 私人就很多了 對 美國政府如是 歐洲大部分國家如是 所以這次的危機是非常非常不同 就是很多政府 逼各方面的退休基金 買幾成八成九成 或者百分之八是需要 所謂的低風險的資產 就是他們自己發出來的那些債 但這次可能就是最大風險 就是那些政府債 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基金是怎樣去走 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還有如果你有自主能力去配置的話 你可能很多人會 由那些基金入面拿錢出來 自己去買私人資產 所以你說得對 其實這次很多人是很有錢 加上不少的地方 譬如香港、新加坡 大陸也是禁住樓價 所以在整體市的泡沫程度上 是很低的 但是 我喜歡這一句 泡沫程度可以 因為很多人覺得 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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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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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泡沫和over trading 就是沒有人在炒出炒入 這兩個是決定有沒有泡沫的原因 但是基本因素 除了泡沫之外 基本因素 在這裡惡化得很厲害 經濟環境 息交和收入跌 這兩個是夾著樓市會很大風險 很有趣 之前我們看英國 博士 脫鉤 剛才對環球的經濟也有影響 但後來可能一陣子 整個市場 香港市場都會有些震盪 但是過了一段短時間 資金流了過來香港 尤其亞洲或者香港 反而股市和樓市在上 會不會其實 因為香港已經成為一個 全球的一個 可能亞洲的一個瑞士 很多的資金 來自四方百面來香港 避難 會不會外圍環境出現問題 反而大圍一定有影響 但是Michael 對香港反而是一個 利好因素 你覺得沒有機會 是很動態的 很難說的 最大風險一定是歐洲爆破 歐洲我估計 可以走得的錢 走得七七八八 最後那一陣子走完 跟著就爆了 可能爆完之後 最後那一陣子都跟著走 但是很多錢是去了新興市場的 過去幾年 數以千億美元計的那些錢 是在買新興市場的美元債 什麼債或者股票 這個可能會導致 資金成本一抽 因為歐債爆 加上美國不僅是加息 還有它的減稅 會吸收了很多流動資金回去 所以這次可能 就算有剩下的歐元的閒資 走來亞洲的話 都可能會被美國的強大的吸塵機 吸收了所有的資金 因為它那裡是最大的避難 最終的安全港 你又怎麼看美國的經濟呢 因為不夠兩年 或者一年多 特朗普就要再選一個總統連任 理論上來說 這個手頭的最大的任務 就是要搞好經濟 而經濟不重要 沒有重要 最重要是股市好 因為股市絕對會影響 我們一些消費者 平民百姓的消費意欲 所以你覺得它有沒有能力去搞好經濟 從而令股市向上 而如果要向上的話 如果要穩定的話 其實整個世界的經濟 相對來說 都會比較安穩一點 你覺得它有沒有能力呢 其實未來的一年來 或者一年多到大選之前 你覺得經濟都不會 還未會爆煲這麼快 這麼快會爆煲呢 其實美國特朗普 是一個本質上 是會有利私人經濟體系的一個總統 就是他做很多事情 其實你見到 其實是做到成績出來 前幾任的總統 中國搞不定 北韓人搞不定 各種各樣的恐怖主義 正在到處打仗 現在他做的很多事情 譬如說 你也會投一票 不是 你要看結果 譬如說 所謂的新的 建制派最喜歡的世界領袖 就是法國總統麥克朗 現在他的支持度 百分之二十 都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經過兩年之後 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支持度 還有四十多 這個其實你看 我們是看數做人 我沒有什麼自己的情緒或者意見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 他做出來的結果 是比任何其他 過去一段時間的幾個總統 所以他 而且是由一個做過生意的人 去管理一個國家 是比只懂得喊口號 說我給你好處 那些這樣的政客 來管理這個國家 是更加有效的 但你覺得他 在大選之前 你覺得美國經濟的走向是怎樣 其實你覺得 暫時來說 那個動量是非常之強 你見到失業率 那些就業的空位 請不到人 或者是人工上升幅度 資金開始流回美國 從各方面的角度來看 都是繼續向好的 大問題 就是有些分析 就是2020 其他很明顯 他已經很明顯說 美國會衰退的 就是很多跡象 包括聯儲局 就是說 減慢加息的步伐 那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 他們所說 還是你覺得 美國未來也是會再上的 那經濟 要看他 很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的政治 事情都政治化得很厲害 你只是建一個牆 都要搞到拖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那牆只有五十多億美金 你只是美國每年付出的 那些國債息 都數以千億的 其實是真是九牛一毛 完全不需要搞的 搞到這樣出來 所以未來一陣子 那些時間 怎樣能夠搞好經濟 會是很大程度上 受那個政治化的局面影響 包括中期選舉 OK 最後我每一次都會問一下嘉賓 作為香港人 靜不可以去買一層樓 去住呢 要看那個周期 周期頂就沒有買樓 周期底 數多一點 沒問題 那現在是周期頂 周期底 比較接近周期頂 比較接近周期頂 那你現在其實 應該要買的 但只不過 我沒有說應該 其實你買樓是一個投資決定 其實很多國家 你在那裡住得很開心 很快活 是可以租樓的 譬如說瑞士 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 是租樓住的 他們是其中一個 最快活的國家之一 其實你作為投資 在自己住那裡 是無可厚非 但是幾大的程度 都是一個投資決定 你看一下居屋來說 在市頂那時候 最多人搶出來 最高的超額應購比率 就是市頂那時候居屋 見到市頂那時候 03年那時候 是沒有人買居屋的 剛剛有四十多萬人 二十六萬人 去抽四千個單位 是一個景號 可以這樣說 是非常高的比例 OK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Eric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未來樓市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下一集同樣時間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